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4月4号星期一 俄罗斯乌克兰啊 一些最新情况的一些汇报啊 首先啊 泽连斯基今天啊 走访了这个布查 而且呢 向这个布查市的市长呢 费德鲁克 颁发了三级农期勋章啊 泽连斯基呢 还来到了这个 来到了布查的这个 就是他一个广场这儿吧 然后跟这个布查的 所有的来这个 就是国际的乌克兰记者 我都跑来 说布查这发生大通杀嘛 知道吗 来到呢 就是说来记录乌克兰战争罪行的 这些记者们呢 进行了这个交流啊 他就是他带着记者们来来 在这儿搞一个记者发布会 专门搞这个事情啊 你想吧 对不对 他呢 在记者们跟记者们说 说呢 你们记者们来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向世界展示 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些是战争的罪行 他们将被世界承认为种族灭绝啊 那种族灭绝呢 这个四个字 最近就用的特别的多啊 但是这个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词 就是说如果用在这种地方的话啊 就是耳水呢 非常要有效 而也是西方呢 现在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东西 呃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习近平在新疆 由于是汉族对维吾尔族 用种族灭绝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合理的 贴切的 也比较准确 那以前希特勒呢 是他这日尔曼民族 对这个犹太啊 这样子呢 也是OK的 这样使用也可以 但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时候 这种种族灭绝呢 我觉得可以再伤 再伤却啊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斯拉夫民族 是本民族之间的 那这里边涉及到种族歧视 种族灭绝的话 你好像习近平 比如说他统治天津 北京河南 你说他种族灭绝 他这个东西就是 你说对维吾尔族人下手中 对吧 说种族灭绝 我觉得 哎 对吧 你他就是说在河南这儿的话呢 这谈不上 因为他自己是本民族 他自己也是汉族 对吧 那普京啊 他们都是这个斯拉夫民族 乌克兰也都是斯拉夫民族 在这会儿讲种族的话 就是说是不是 当然我知道 现在就是说西方 这个白左特别喜欢 这个种族这个议题 拿这个议题一出来之后呢 是这个无往不知不利啊 但是在同民族之间 讲种族歧视 讲这个种族歧视 种族灭绝 我觉得 可以再找找其他的 更好的东西来 来用 我觉得会更 会更好用一些 你说呢 好 然后接着说啊 他说这将被世界承认为 种族灭绝 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 被杀 被折磨 被砍掉四肢 然后被强奸的妇女 被谋杀了儿童 我相信呢 这就是种族灭绝 对 好 说的义愤填膺啊 而且是这个义政词言 好吧 泽连斯基说呢 在俄罗斯军队在布查 实施暴行之后 乌克兰呢 与俄罗斯进行的和谈呢 将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这和谈呢 可能就不好 不好搞了啊 那之前呢 我就说这个和谈呢 就是说我 当时他们不说什么和谈 传来重大的这个利好 重大的突破 说这个谢尔西的老板 去这个弄和谈 托尔齐的总统也亲自去了 我就说呢 我说我其实我不看好这个和谈 为什么呢 就是说和谈能不能谈成 主要看美国 主要看北约 而美国和北约 现在不希望这样战争 能够和谈 能够结束 希望他能够打下去 那现在看来呢 这个和谈看来又要够呛啊 这个来讲还是 对于美国来讲呢 还是一个非常 对拜登来讲吧 不能说对美国 对拜登来讲吧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 昨天司机说啊 说这个施行暴行呢 是俄罗斯军队的本性 俄罗斯军队呢 对待人民比动物呢 还糟糕啊 上个月吧 上个月真正刚打 就头就头 不动上 就头半个月啊 不是说抓了好多 这个俄罗斯战俘 说乌克兰大获全胜 抓了好多俄罗斯战俘 说俄罗斯战俘 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娃娃 都被普京骗来的 说是骗他们去搞这个什么军演 然后呢 突然半夜 把他们叫起来 让他们签合同 然后让他们这个 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现在民主国家 要签合同制的 合同兵啊 让他们同意呢 去这个乌克兰入侵 他们来了之后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说这个坦克没有油了 还去敲敲乌克兰的 这个大骂的门 说能不能跟您买点汽油啊 说的都是笑话 知道吗 然后呢 说这些瓦瓦兵呢 给俄罗斯的母亲打电话 然后痛哭流涕 大骂普京啊 呃 这也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前 是吧 这个 这帮哥们 这帮十六岁的 十六七岁的小孩们 长得挺快啊 很快就长成这个杀人魔王了 啊 这个 对 就是 前一段时间 为了说这个战争 这个无往不利 俄军溃不成军了 这种说法啊 那最近 这个为了和团 整个就180度大变相啊 成了一帮呢 这个糙老爷们了 抠脚大汉啊 从一帮十六七岁的爸爸兵啊 被骗来了 哭鼻子喊妈妈 变成了这个 这个对待人民 比动物还糟糕的 这些呢 这个粗野的 这个大汉啊 壮汉啊 都变成这个了 呃 速度长得比较快啊 一个月就成熟起来了 啊 然后泽安斯基的批准呢 乌克兰建立一个 特殊的司法机制 调查和起诉 俄罗斯军队呢 犯下的每一项的罪行 欧盟宣布啊 已经与乌克兰成立了 一个联合调查小组 以调查俄罗斯战争罪 和反人类罪的这个指控 拜登对媒体说 说你们看到了吧 在布查所发生的事情 普京呢 就是责任人 他呢 就是战犯 普京说 我们必须继续向乌克兰 提供的他们战斗所需的武器 继续提供的武器要打下去 而且呢 最终要有一个真正的国际的审判 我们就要达到这个莫斯科 活着普 但这没这么说啊 抓到普京 要把普京的国际审判啊 说普京就是一个屠夫 普京就是一个纯粹的流氓 一个杀人的独裁者 他就不应该继续掌权啊 那马克龙呢 曾经呢对媒体表示啊 说这个拜登的这些说法呢 他呢不敢苟同 他说呢 将继续给普京总统呢 讨论停战 作为法国总统 保卫法国人 都要避免呢这个升级 用词和行动呢 都不能引起升级 马上说说我们欧洲人呢 不应该向升级的让步 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是欧洲人啊 我们欧洲人不要忘记了 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我们的历史 我们并没有 我们欧洲人并没有 与俄罗斯人民的开战 我们还没打了啊 这只是美国想打啊 乌克兰呢 想这个当代理人去打 OK让美国在背后 但是我们欧洲人呢 我们是成熟的政客 我们不能跟泽连斯基一样 啊 但现在呢这不行 这是之前说的啊 现在不行了 这个步查屠杀引发了 对法国总统马克龙 与普京继续对话的呢 质疑啊 波兰总理 呃 莫拉维茨基啊 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 说他继续呢 视普京为对话者的态度 他表示 马克龙总统先生 你与普京谈判了多少次 你得到了什么结果 没有人应该以罪犯谈判 与斯大林 希特勒 波尔 呃 呃 波尔 呃 波尔布特谈判 应该给他们战斗 没有人应与呢 希特勒进行谈判啊 呃 这波兰总统呢 这 算了吧 前些 这波兰总统总理前些日子 还是这美国要上他们给乌克兰战斗机 他还躲了的 那个啊 呃 你看 这个成熟的政客啊 这种时候 你看站出来了啊 这个 这个非常的知道什么时候呢 该躲 什么时候呢 该挺身而出啊 这 就老旁政客啊 这咱来讲 泽连斯基还会和他们学习啊 呃 艾舍利公表示说 马克龙总统呢 已经昨天啊 已经谴责了不查的罪行 并且呼吁了有关机构要彻查 以追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啊 说呢 自年初 那个以来 自今年年初以来呢 马克龙与普京进行了16次的电话会谈 法国总统府说啊 说这些交谈 具有呢 对抗性 我们是为了对抗普京 提供了一个保持沟通渠道的机会 并且呢 可以衡量了普京的一个心态啊 当然现在这些呢 都没有了啊 因为呢 法国呢 要搞这个总统大选啊 法国总统大选呢 本周进入了白热化的最后的冲刺阶段 所以马克龙呢 非常担心 就是说 他是希望呢 就是说 能够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担心的回应到他的大选 所以马克龙呢 现在呢 完全的 就是说 180度的这个转过来了 因为现在新闻维起都说 这个什么屠杀呀 乱七八糟的都出来了啊 那法国呢 开始驱逐呢 俄罗斯的外交官啊 这是自呢 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法国首次驱逐了这么多的 具有外交身份的俄罗斯在法律工作人员 大批量的呢 驱逐俄罗斯的这个外交人员啊 呃 所以呢 就是说 目前的状况呢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任何人不要说谈和谈 只要谈和谈 你就是丧尽天良 你就是这个猪狗不如啊 禽兽不如啊 而且呢 还在谴责呢 这个默克啊 说这个谴责默克尔 说这个东外默克尔 以前呢 这个把什么 呃 让德国呢 跟大量呢 跟俄罗斯呢 进口这个天然气 让依赖呢 这个俄罗斯 而且呢 还跟普京呢 搞好关系 而且呢 还这个阻止呢 这个乌克兰呢 加入北约啊 请问默克尔 默克尔发言人 发表了一份的简短的声明 说呢 那宣称啊 说默克尔为自己在2008年 呃 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的这个决定呢 承担责任 当然在那个峰会上呢 默克尔呢 就是说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啊 那为此呢 承担责任 那于默克尔也认罪了啊 也认罪了整个一场文革嘛 现在默克尔认罪了 马克龙呢 也不敢再联普京谈了 那么彻彻底底呢 等于就是说 杜绝了 这个就是说 从欧洲来讲 从西方来讲 和谈的这种机会啊 那泽连斯基呢 现在也是像泽连斯基呢 也是施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觉得泽连斯基如果继续跟普京去和谈的话 啊 觉得泽连斯基就不配再当一个英雄了 就不不就就不配为人了 已经啊 就到这种地步 所以呢 一定要打下去啊 所以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和谈应该毁的就差不多了啊 所谓的阿波 他们搞来搞去的 搞了所谓的和谈的 有着重大突破 那应该呢 也就都都没有了 都这个化为这个烟消云算了啊 呃 所以呢 那当然呢 后面就要看什么时候呢 这个河南差不多的 那继续打下去 这个拜登这个也是希望啊 打下去不要停 我们一直都是说这个东西啊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 就是下一个看点什么 就是5月9号 那普京呢 希望在5月9号呢 要这个停火 一个呢 5月9号呢 是俄罗斯的这个胜利日 另外一个呢 到了5月份呢 这个春暖化开了 呃 这个冰雪都化了之后呢 对于俄罗斯这个 呃 装甲师呢 在这个机动呢 非常的不利 啊 所以呢 那应该在5月9号呢 就普京呢 想要停 想停了 想把真正的停止在呢 5月9号 但是这个东西就这样 你想停 你能停吗 你说算吗 对不对 那拜登呢 当然就是说 不希望这战争能够停在呢 这个5月9号 呃 那么和谈 现在应该已经毁的差不多了 就是看后面 怎么能够把战争呢 拖过5月9号 5月9号之后呢 能够呢 继续呢 打下去 看看怎么能够呢 在最近这段时间 在这一个月时间 找到的更多的理由 让乌克兰呢 就是说就即使俄罗斯不打了 让乌克兰也要打下去 让最后呢 最好呢 就是说 打到莫斯科 胡说普京 啊 呃 就是反正就 目前呢 就这么一个想法 那下一步的目标呢 就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战争呢 不要停止在5月9号 接着打下去 还有很多人啊 乌克兰还有很多人 还能继续打下去 反正这拜登呢 是 是 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那咱们就看看吧 看看后面 呃 我相信拜登 如果想要继续打下去的话 他能还有很多的这个牌可打 还有很多的这个呃 方式和方法 呃 那现在看来呢 这个和谈的情况呢 就是说 呃 不太方便和谈了 因为现在谁去和谈的话 谁就要背负呢 这个历史的这个罪名 这个这个骂名 你知道吗 呃 所以呢 那就继续打下去 打下去的呢 才是这个英雄 才是呃 好汉 所以呢 这样来看 我看这个 这个俄乌战争 恐怕短期内 呃 想结束比较难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和谈谈谈 三两天就结束了 现在看来 还恐怕不是这么回事了 呃 下一个看来还有可能能结束的是5月9号 但是我想呃 也要看呃 拜主席怎么想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